好,我们谈谈国泰,今早就跌3% 有个朋友问Hafia,他说293还有没有可以去呢?上网多少呢? 我们看看估计,因为国泰其实都亏了这么多钱 他的估计虽然有少少轻微的反弹 但我觉得情况都不容乐观 你看到他每个月都搞不定 看到他手头上的资金也不太充装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他虚伙来的 看看他能否守住大概20千元平均线 7.7亿的位置 他10千元平均线我都觉得有大机会跌穿 要真正反弹真的要看新冠病毒的情况 因为始终一些国际性的航班暂时都未恢复 其实除了香港之外 其他例如韩国、日本 其实韩国已经放宽了 他的旅游事业 已经逐步有少少迹象去全球性的解封了 但你看到新加坡、香港这些都还未完成 我觉得暂时来说 国泰航空大家都可以留意着 但真正复苏的事要等待 看看疫情还有没有改正的情况 如果有的话 其实国泰有机会止跌回升 大家可以留意着 嗯